自美国宣布单方会出伊核协议 并准备重启对伊朗制裁后 美伊关系迅速陷入紧张 多数评论认为 两国国力相差巨大 而且新一轮制裁将范围扩大 伊朗几乎所有重要经济领域都会受到冲击 在美国强势免压下 本就已经疲惫不堪的伊朗前景并不乐观 但在伊朗面对生死存亡之际 四个大国却罕见联手发声支持伊朗 导致原本一边倒的形式开始出现逆转 即把伊朗国家武装力量列为恐怖组织后 5月9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对伊朗放大招 他公开表示 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已经开始 而且和伊朗主要关注石油和金融不同 这次对伊朗的制裁堪称史诗集 将涉及铁、钢、铝铜等几乎所有 伊朗命脉型产业以求给伊朗真正致命一击 对于特朗普的声明 新加坡联合早报 网站也于5月9日给出详细报道 特朗普本人对此次制裁寄予厚望 他表示所有制裁设计产业 都是伊朗政府重要收入来源 他期望通过制裁 可以切实削弱伊朗制造远程导弹的能力 从而根本上减轻伊朗核威胁 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 同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表示 新制裁的根本目的不仅是要伊朗接受 美国提出的更加苛刻伊核协议草案 还必须放弃对叙利亚政府的军事支持 然而就在多数舆论看衰伊朗时刻 法德因三国同欧盟一道发表公开声明 他们首先对美国启动新一轮制裁的做法深表遗憾 然后非常坚定指出美国行为 已经严重危害到欧洲地缘军事利益 他们不能坐视不理 此外俄罗斯也与他们结成统一战线 与美国声明发表当日也公开表示 美国的制裁行为是非法且无效 俄罗斯没有义务遵守 将继续与伊朗展开包括军事合作 在内的各种互利合作 事实上由于伊核协议的重大地缘军事价值 早在美国宣布退出该协议之初 英法德国等大国就已经表现出反对态度 据法新社2018年5月7日报道称 在美国正式宣布退出伊核协议之际 德法两国外长在柏林发表联合声明 他们共同表示 伊核协议是维持 中东地缘军事平衡重要保障 也符合欧洲基本安全利益 即使美国执意退出 德法等主要参与国也会尽全力去遵守 以便让该协议得到应有尊重 而俄罗斯则更干脆 据伊朗世界报报道 美国刚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预重启对伊制裁 俄便出动万吨级导弹巡洋舰与其他舰艇 组成编队前往中东海域声援 此后据国际文传电据2018年6月6日报道 德法英三国外长及财长部长 与欧盟相关部门一起联名致敬 美国财长姆努钦和国务卿蓬佩奥 信中指出伊核协议的签署 使欧洲地缘军事利益得到有效保障 美国的退出行为不仅使该协议面临被撕毁可能 还使欧洲基本军事安全利益受到侵害 这不是军事盟友所应做的行为 通过英法德俄四大国此前一系列 支持伊朗的行为不难看出 他们今天做出反对美国制裁的选择 只是以往一贯政策的延续 而这也从侧面表现出在中东战乱长期难解背景下 各大国都不期望美国再将伊朗搞乱 所以美国的制裁想要真正达到 所谓极限施压效果恐还有不小难度 美国与伊朗的矛盾由来已久 奥巴马签署伊核协议后 两国关系有所缓和 但特朗普上台后坚持退群重启对伊制裁 再次假乱了中东局势 最近又宣称要零封伊朗的石油出口 鲁喀尼毫不示弱捐风相对 近日伊朗放出大招 特朗普突然认走了 5月9日半岛电视台中文网的消息称 特朗普表示 为了给伊朗一个美好的明天 希望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与伊朗领导人会面 以促进双方达成新的协议 但一贯强硬的美国总统同时也签署了新的行政令 内容是加强对伊朗金属行业的制裁限制 经济制裁见怪不怪 符合美国的霸权主义 但向来满顾奖礼的特朗普此次却突然要求谈判 就很值得玩味了 不过这也并不是空穴来风 完全是在伊朗运筹为卧下福的 5月8日半岛电视台中文网的消息 鲁哈尼在国家电视台发表的广播讲话中表示 如果伊核协议中的世界大国不遵守规定 伊朗将恢复油水平 提高农作油的等级 国家电视台IRIB透露 鲁哈尼在制伊核协议签约过的信中 要求英法等剩余五国在60天采取措施 保护伊朗的银行部门和石油产业 免受美国的经济制裁 否则伊朗将取消农作油活动的上限 伊朗这话并不是唬人 伊朗外长扎里夫公开宣布 鉴于美国的全面压迫 政府正在考虑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其核基础设施相对完善 虽然多年来停止运作 但在短时间内伊斯兰卫队完全有能力 重启农作油活动 而一旦鲁哈尼开动核计划 此前国际社会唯一核问题 做出的一切努力将复制东流 近期美军航母打击群核战略轰炸机多多逼人 相对弱小的伊朗底牌并不多 此次亮出了核武器这张王牌 伊朗式导弹大国 目前的常规导弹足以打击临近各国 2018年12月伊斯兰卫队又新研制了 一款弹造导弹式 其试程完全覆盖中东 倘若被逼及的伊朗加速核武器的研发 为导弹加上核弹头 将标志着潘多拉摩核的打开 包括美军基地在内的中东各国 都将在伊朗的核威协下 这个局面也是美国政府一步一步 凑齐走出来的 局势一旦失控全世界也会受到波及 特朗普势必成为千古罪人 被钉在历史的耻辱之上 鲁哈尼的强硬表态 犹如一枚重磅炸弹 相信冲击波也传到了美国 特朗普或许是预见到了恐怖的局面 所以当即走了 立马喊话希望与鲁哈尼坐下来谈 不过伊朗政府接不接受是另说了 去年鲁哈尼就曾连续9次拒绝了美国的谈判 2018年7月19日的纽约时报称 伊朗总统办公室主任瓦埃及表示 在2017年的联合国大会上 美国先后8次请求与总统鲁哈尼举行会晤 但都被伊朗拒绝 2018年7月31日 特朗普在跟意大利总理孔迪交谈时 第九次表态希望无条件会晤鲁哈尼 同样无果而终 想退群就退群 想制裁就制裁 想和谈就和谈 美国政府未免太任性 伊朗绝不会惯着特朗普 伊朗方面始终要求只有坚持一核协议才能谈 军方领导人贾法里则毫不留情表示 伊朗人不会批准政府与大魔鬼见面 强硬的伊朗公然打脸 特朗普也是自讨没趣 不过这次伊朗打出王牌强硬反击美国 特朗普也顾不得之前的九四悲剧 只能继续喊话谈判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